恶魔出租在城市中穿行 坐上的乘客就会被残忍杀害 并沦为人体实验的试验品 美女刚下晚班 她来到一辆停靠的出租车前 询问司机是否在客 司机摇了摇头 突然男人好像闻到了什么 瞬间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美女也如愿坐上了出租车 她的命运可想而知 第二天 女人的尸体被遗弃在公共场合 这是两周内的第三名死者 他们分别是银行女职员 音乐老师以及酒吧女郎 无论年龄 职业 一气在容易被发现的公共场所 其中有一点很诡异 他们都是被淹死的 但不是被水淹死的 而是甲醛 并且在甲醇进入之前 三名死者都还活着 另外又绞菌被利器窃取 一块正方形的皮肉 那么甲醛和皮肤的组合 到底代表怎样的需求呢 甲醛是最常见的有机物 它在空气中无色无味 吸入30毫升就会致命 而死者的肺部 至少有5-6盎司的甲醛 可甲醛的应用非常广泛 生活中也容易买到 根据购买记录难以追踪 很快亚伦和罗希来到验试房 法医说死因确实是过量吸入甲醛 但死后他们还被浸泡了好长一段时间 以至于皮肤完全渗透 说凶手是为了溺死被害人 不如说是专门为了浸泡 而右脚上切除的皮肤 都是死后才进行的行为 说明凶手的目的 并不是折磨被害者 而是为了其他某种需求 另外除了甲醛和皮肤外 体内还发现了大量滤纺 但被害者的口鼻周围 却没有滤纺造成的灼伤 他们只有鼻内被灼伤 凶手是采用了滤纺喷雾 这需要对方毫无防范 凶手是怎么做到的呢 经过一番调查 第三名死者叫琳达 家人说她凌晨1点5分下班 但地铁凌晨1点停运 琳达不可能走路回家 她也许乘坐了交通工具 假设有一辆车 能够在午夜游走在城市各处 同时却不引起注意 而滤纺喷雾要在相对密闭空间 才能发挥作用 那必然就是出租车 摩根立刻让加西亚查找 当晚在酒吧附近开始计费的 有哪些出租车 此时在城市的另一边 又一名女子坐上了车 司机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她打开车上的一个按钮 一股烟雾喷了出来 女人大叫着想下车 但几秒后就晕了过去 她的遭遇不言而喻 很快加西亚将出租车信息 全部筛选了一遍 可令人意外的是 在案发当晚的时间段 所有出租车都没拉过客 这让小组陷入了迷惑 难道凶手开的不是出租车 罗希思考片刻后 想起了吉普赛出租车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黑车 这种车虽然没有注册 但是也可以到处拉客 车上的标志能以假乱真 警长告诉他们 实际上 这种黑车比他们想象的要多 为了防止更多人被害 亚伦决定立即公布侧击 凶手是一名白人男性 利用黑车诱管妇女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他使用甲醇和物化律法 说明他有一定的医学知识 有明显的反射会倾向 与乘客会发生争执 而就在这时 瑞德聪明的小脑瓜 再次灵光一闪 想到甲醇和皮肤组合的 另一种可能 他在学校做实验室 常用甲醇当分离试剂 每做一项实验 就要减下部分原材料取样做标记 便于和结果一起记录对比 而这种取样通常都是 二乘两厘米的正方形 瑞德判断凶手在做实验 死者都是他的实验对象 那些皮肤则是标记样品 那么他到底在做什么实验呢 另一边 女人再次醒来时 已经到了一个实验室 司机正听着实验录音 准备了一些奇怪的设备 突然他将一具尸体 掉出了玻璃缸 尸体全身浸满了液体 女人立刻吓得魂飞扩散 这是什么极品电台 这时电话响起 又一名女死者被发现 和前几起案件没差别 与此同时 瑞德根据之前做实验的猜想 打算调查采购记录 因为搭建实验室 需要大量的物品 同时购买的人肯定不多 此时随着新闻的播出 一名女性找到了艾米莉 说自己坐车见过凶手 她行为古怪 脾气暴躁 甚至还把她撵下了车 当时她只记下了 后两位数的车牌33 摩根树里女人的口供 发现凶手在客人上车时 都会听自己讲话的录音 她不单是反社会 可能还有妄想症 死者是上车后被挑中的 凶手有选择猎物的标准 那么这些被害者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很快摩根两人找到一辆车 他们模拟了凶手 做暗时的行为 车后座刺鼻的味道传来 艾米莉突然想起 那位被赶下车的女人 身上有浓重的香水味 这就是死者的共同点 他们连忙打电话给瑞德 瑞德想起甲醇 可以用于气味和香料的提唇 将物体进入甲醇数小时后 本身的油脂就会被吸除 凶手很可能是在用女人做精华素 而凶手本人也许厌恶 有化学制造的香水味道 他挑选的对象不喷香水 瑞德列出的实验工具 都是同样一个地址订购的 好了不用讨论了 小组可以直接赶往现场了 与此同时 男人正准备第五次实验 即使女人苦苦哀求 他仍然不为所动 因为这次女孩更加恐惧 荷尔蒙分泌水平更高 相信提唇的效果会更好 用女性身体做出的 天然净化素纯洁无毒 有着田园一般清清味道 当司机再次准备 把女人放进甲醇中时 FBI及时赶到 男人从监控中看到后 开着出租车慌忙逃窜 艾米丽他们将女孩救下 亚伦和摩根在后紧追不舍 他们决定分头追捕 经过几个黑暗的小路时 罗西瞥见了一辆出租车 里面虽然有人 但故意没有亮灯 亚伦一脚油门踩过去 果然是凶手的车 十几辆警车分头包抄 最终将他逼入想象 冲出来时车子适口 直直撞向了对面的卡车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唯一留下的 只有凶手实验的录音 那些胡言乱语中 都是他的疯狂想象 和对人类的憎恶 为追求极致的纯净味道 他不惜杀害数条生命 然而可悲的是 他是一名嗅觉紊乱者 对味道的判断本就是错的 片尾艾米丽回到家 门口放着一个礼物盒 里面是一朵花 伊恩踏过真回来了 艾米丽慌忙收拾包袱 他知道平静的生活 即将因为伊恩被打破 这个伊恩究竟是什么人 他与艾米丽之间 有什么爱恨情仇的故事 接下来的剧情一一揭晓